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出家人难道就是没有亲戚吗 出家人也有父母吗 友情就是朋友的感情 难道我们出家人就没有朋友吗 有啊 男女之间的爱情 那倒是出家人没有的 另外呢 出家人更有进一步的 叫做道情 周围听过没有这个名词 就是说道德的道 修道的道 修道人和修道人之间的感情 叫做道情 一种叫做修道情 一种叫做道情 修道情都是人与人之间牵牵挂挂 而纠缠不清 这个叫做修道情 这个叫做修道情呢 这种叫做修道情 像我们现在我们的法古山呢 非常重视关怀 我们用关怀来达成了教育的目的 以教育来成长 大家做关怀的工作的品质或能力 这都是不是感情吗 人与人之间 人和其他的众生之间呢 都有感情 没有感情呢 这就不算是人了 不过呢 菩萨的名词 所以菩萨 凡文叫做菩提 撒多 菩提的意思是觉 是觉悟的觉 觉醒的觉 而撒多的意思就是情 就是什么情呢 有情众生 菩萨呢 就是啊 已经觉悟了的有情众生 同时 也帮助有情众生呢 从烦恼 痛苦 纠缠不清的 苦海之中啊 觉悟过来 觉醒过来 这个叫做菩萨了 因此 整个的佛教来讲啊 就是啊 从情变成觉悟情 一般的人 就是在情里边 感情里边 打滚 而不能够啊 自己 来 帮助自己 解决困难 解决啊 烦恼 而菩萨呢 自己能够解决烦恼呢 也能够帮助他人 来解脱痛苦 所以呢 这叫救悟情 佛呢 佛本身呢 说明有没有情感呢 有 佛的情感叫做慈悲 是无限的情感 爱一起众生 那么爱一起众生 自己的儿女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配偶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父母要不要爱呢 自己的朋友要不要爱呢 当然 慈悲 虽然呢 是没有啊 特定的 说不爱的人 但是呢 也 一定有啊 他的啊 倾诉 远近 先后的 先激进他的人 是有缘的人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成佛以后啊 他首先想到的 要度的是什么人 是帮助他最多的人 他也先度他 那 就是啊 吸助他求 这个 修道的 那个五个 随从 然后他又 要度的谁呢 度他的母亲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 已经呢 在天上 生了逃离天 他要到逃离天去 度母亲 然后度谁呢 他要度他的啊 苏家的父亲 苏家的太太 苏家的姨母 苏家的孩子 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啊 再去度他们的人 他是探亲 探亲的时候呢 用佛的正法来啊 帮助他们 所以这些 都是啊 是感情哦 那像我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感情呢 有 当然有感情 我到现在为止 我对我的亲人 还在照顾他 对我的弟子们 我也告诉他们 子弟的父母 还是要照顾哦 出了家以后 如果父母不照顾了 不行 如果是你子弟生的孩子 你现在出来家了 那还是要照顾他 所以这是啊 清净的感情 叫做慈悲 慈悲就是呢 感情的升华 也就是融了了感情的 成分在里头呢 叫做慈悲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